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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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Angus 今天我們要來 分享什麼呢 就是 各位看看 這個房間 這以前的裝潢 它是有 四周繞一圈 有一個 空間 那個 牆上厚厚的 有下拉式的 天花板 然後上面有 天花板的空間 這一些空間 裡面 都可以放東西 那我們如何來DIY 這種維修孔 它可以放東西 接殼 利用一下這些空間 好 接下來我們去 這個淘寶 買到這一種 這一種 它這裡有個卡榫 打開 然後就可以開了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 做一個維修孔 那維修孔的門 這樣子 那坐在哪裡呢 我們可以坐在這個地方 量過尺寸 我量過尺寸去買的 所以你看 這個是不是剛好這個範圍 這樣是等於20公分 2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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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這樣 那我們選定這個地方 我們就來做 OK 這邊有個卡扣 然後 可以這樣 扣緊 首先 我們 在這裡 我們把這個放好 我們把這個放好 量一下尺寸 這樣 進來是 2.5 2.5 2.5 2.3 2.5 2.3 正方 2.3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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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個洞了 接下來用到我們這個鑽頭包 我們取 這個最大隻的這一隻 來鑽口 來這一隻破口 鑽口 鑽口 接下來我們用這一隻 鑽 鑽口 鑽口 還不夠 多鑽一些 多鑽一些 鑽口 好,這樣做什麼呢? 就是這一支鋸子可以伸進去 這樣去 那我們鋸子呢 這個是 鋸子跟電鑽的結合轉接頭 這個蝦皮就有賣了 這樣轉接頭是不是可以轉各種轉向 有通話 但它是一個很小的 我沒有說 這也會有個很小的 很小的 也會有很多 這也會不會有什麼 也會不會有什麼 那我會不會有什麼 我會不會有這個 還有一些 我會不會有什麼 我會不會有什麼 好 好 這樣應該就可以拆了 耶 果然這裡有一個卡住了 好 好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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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頭 鑽頭包 功成生吞 鑽子 這一個 這一個 電鑽 轉鑽子 也功成生吞 這個是握把 所以這個你看 可以360度鑽 真棒啊 然後這一個威克式 又是強力電鑽 所以它威力十足啊 很好鑽 你看 這樣是不是就把這個洞鑽開來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這一個 直接就可以安裝了 在這個地方 塞進去 塞進去 好了 我先把這個弱子 插一下 就是 然後 晃進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炒 砂糖 切成小块 挤取 切成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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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鐵撥 鱼鐵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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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塵器来吸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用这个威克式的电灯 我们来看看里面有多少空间可以利用呢 你看,强光 再看一下 看一下 这样 我们进去看看这个维修孔里面的空间多大 可以利用 这个这么大的空间里面有冷冻空调 是隐藏式的日立冷气机在里面 然后这下面都可以放东西 放一些杂物 很像人 里面的空间至少有 80公分高 宽1米 深 60公分的空间 OK 好 那这一个 就可以放下去了 好,接下来就是 左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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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是不是就完成了 好,这边在爽一把 是上面 好,灯光拿出来 好,这样是不是可以打开来 然后 然后 里面 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放小东西 OK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天花板的一个维修孔 Key哥 还有安装的方式 分享啦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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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之前 拜托 北 古 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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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